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院長 及各部會的首長 各位媒體先進 請主席首先邀請王院長 羅部長稍微晚一點 體諒你的體力 劉委員好 院長好 院長 我現在先請你看一看 前幾天 禮拜六 馬錫會在新加坡舉行 這是兩岸相隔從1949年到2015年 相隔66年 第一次的領導人的一個見面 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對兩岸關係來講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對不對 是 當天啊 馬總統也講了很多的話 這個習近平啊 也講了很多的話 請看第二 第二頁 習近平說啊 九二共識 是我們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 對不對 那馬總統說 九二共識 我們要鞏固九二共識的 這樣的一個基礎 因為只有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兩岸啊 才有和平發展 繼續和平發展的機會 可以架這一座橋 是不是這樣 同意 同意齁 所以你看 所以我擬了一個句子說 這個馬錫相會啊 民族珍貴啊 酒瓶已開啊 他們當天有喝酒吧 好像是喝馬祖老酒是吧 酒瓶已開啊 人民最嗨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有定海神針 我們有定海神針 我們現在都在享受啊 這個和平紅利的 這樣的一個 兩岸的人民都在享受這個和平紅利 尤其是我們台灣 自從這個開放觀光以後 探親到觀光到現在 從我們國民黨重新執政 2008年重新執政以後 短短的七年當中 我們跟全世界啊 有153個國家 給我們觀光免簽證 今年 會超過一千萬的 國外的訪客到台灣來 當然 這中間是包括 中國大陸 接近四百萬的 觀光客 我們已經擠入啊 全世界 千萬 觀光大國之林啊 這是一件可惜可喝的事情 如果我們兩岸關係不是和平發展 全世界一百五十三個國家 他願意跟我們來 給我們這個觀光免簽證嗎 如果中共跟我們搗蛋 人家會怕 人家敢來嗎 所以和平弘利啊 台灣所有的人民 包括兩岸的人民 都享受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定海神針啊 表示說啊 九二共識 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一中各表 本來就是九二共識裡面的 最重要的一個精神之一 接著來看看 我們現在享受啊 這個 香醇甘甜的成果的同時 享受這個和平弘利的同時 我們再看一看下一頁 最近 我看這個毛院長被 民進黨批得很兇 說我們這個執政黨呢 是黑箱作業 馬錫會啊 昨天 這個 夏主委啊 在內政委員會啊 也蠻委屈的啦 不過 對的就是對的 對的我們就去做 大家說好不好 這本來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們為什麼要跳腳 他們為什麼要跳腳 蔡英文為什麼說 你這個是 馬錫會是突襲 然後說我們這個黑箱作業 我們真的是黑箱作業嗎 毛院長 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們不同意這個說法 你是不是說明一下 你 當時 你 你跟曾永泉 秘書長 到 王院長 在辦公室去說明 去說明 的時候 你是一開始啊 就是知道馬錫會的事情 是不是 那當然 那在中間我們準備了多久 我想這部分是不是請下主委先來說明一下 我們大約 簡單二要講好不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約從這個 十月的十六號 十五號回來以後 向總統報告 有這個可能性 然後就開始研議 這個到 然後十一月七號執行 所以時間非常短 那 總統府這邊 有沒有跟行政院配合 要行政院來配合 怎麼樣的一個安排 我想這個 因為像這樣一個 重大的一個安排 一定要兩邊把 所有相關的細節 談到一個程度 才能夠對外公佈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就是說在 總統府差不多第一時間就讓我這邊知道 然後呢 也就要求說 這個 因為我們行政院要對立法院負責 而且這樣一個兩岸事件 兩岸的這個重大的事件 也一定要接受立法院的監督 所以他就 那個 府裡面就交代說 就那個 曾秘書長 會同我 一起來拜訪這個王院長 我們來說明 有這樣一件事 而且呢也請王院長安排黨團 由這個 由這個 下主委 跟各黨團做說明 所以說像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這一部分是完全沒有黑箱可說 問你喔 問院長說 那你上個 上個禮拜啊 跟 曾秘書長 到王院長 辦公室啊 跟王院長報告 這個馬錫會 談了些什麼事情 你已經講完畢了 那我要再一次的做一個說明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事實上除了跟王院長報告 然後接下來跟立法院的黨團 代表報告之外 我們這個下主委 在當天下午 又對外有個記者會 甚至於第二天 馬總統親自 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所以我想像這個整個過程 我想沒有黑箱可言 所以院長 所以你知道 外交國防跟兩岸 是總統的資權對不對 是 那根據憲法徵修條文第二條的規定 總統未決定國家安全有關大政方針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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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組織要以法律定資 那依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二條第二項的規定 所稱國家安全系指國防外交兩岸關係 即國家重大變故之相關事項 所以我們在修憲以後 總統直選以來 總統所執掌的 一直都是國防外交跟兩岸 總統行使他的職權 不簽協議 不發表共同聲明 這怎麼會有黑箱的問題呢 對不對 好 那何況這是屬於我們行政權的一部分 立法院怎麼可以做 我們也不可以做行政指導啊 那立法院是屬於事後監督跟追認 對吧 何況沒有簽署任何協議啊 我們要怎麼樣去追認呢 所以憑良心講 他們這都是酸葡萄的心理啊 為什麼 因為啊 這個 歷史性的一刻 不管是 馬錫會兩岸領導人的見面 首次見面 這是在寫歷史 然後呢 邀請總統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也是我們憲政史上的第一招啊 他當然緊張嘛 所以為什麼會緊張 一方面 習近平也講得很清楚 要嘛就 這個 定海神針 和平發展 要嘛就是天搖地動 你們在 兩岸政策啊 的方向 必須要做一個抉擇的時刻 蔡英文慌了 為什麼慌了呢 因為啊 他說啊 前面 他說這個馬錫會啊 兩國論 也因為台獨黨綱 兩國論 所以我們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 可能會 可能會得而復失啊 因為台獨黨綱 兩國論 造成天搖地動 我們兩岸的對峙 可能會悲劑重演 他們會不會發展 從這裏面的對峙 也會發展 的 ella 黨岸關係讓它更為密切 讓我們的台灣的經濟的發展 能夠永續來發展 不管是馬總統所提到的 將來所要求習近平能夠來 共同來促成的 不管是這個亞投行也好 還有後續的一些 包括經濟發展的議題也好 一帶一路 像這些 攸關我們台灣經濟發展的部分 我們應該不是說趁勝追擊 應該盡速來做推動 好不好 我們要為我們的中華民國負責 為我們台灣人民負責好不好 是 我想 如果我可以講一句話的話 就是我認為 就是兩岸領導人會面機制 我們用制度化的把它建立起來 實際上可以透過彼此的對話 這個 來 處理各方面的一些問題 最重要是可以避免 因為誤解 而發生不必要的危機 所以我們也期盼社會 各界可以用正面的這種思考 正面的態度 來看待這件事情 這個兩套標準 我剛剛有所提到 民進黨的跟這個兩套標準 很清楚 我們如列在這個裡面 大家參考一下 聯合會在60年來 我們國共主要領導人的會面 以九二共識做基礎 達成了聯合五項的願景 當時聯戰主席呢 跟胡錦濤的一個會面 我們就有九二共識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呢 你相對的 你看 這個1988年到2000年 李登輝12年的 這個總統執政的過程當中 任內 他有沒有 他當 我們是公開的 國共論壇公開的 結果他們是什麼 蘇智成和這個鄭淑敏是密實 他們才是黑箱吧 然後那個 吳伯雄跟胡錦濤的見面 海峽兩會恢復談判 然後有六月份的江城會 有兩岸實現這個三通 十二月份2008年 我們重新執政以後 十二月就兩岸實現三通了 三通 你看 他2000年六月的時候 南北韓高峰會議 所以 陳水扁說 我們和中共也可以 不拘行事 不限地點 不設前提 當時的陸委會主委是誰 蔡英文了 好 2009年5月 吳伯雄跟胡錦濤在海峽兩會 我們簽署 簽署 我們簽署了 ACPA 那扁呢 阿扁呢 在2001年5月 他表達願意赴上海 APEC 跟江澤民對話 當時的主委是誰啊 蔡英文 2002年5月 扁在金門大膽島 我還特地把這個資料拿來 喔 阿扁呢 在金門大膽島 說要邀請 中共領導人到金門啊 查訪來喝茶聊天耶 當時陸委會主委是誰 蔡英文吧 2005年5月 阿扁在聯服會後 釋出有意 蝙蝠會的訊息 當時的 呃 蔡英文是誰 是立法委員 我們在本院的立法委員 2005年6月 紐約時報辦兩岸高峰論壇 希望在沒前提之下 第三國舉辦蝙蝠會 蔡英文當立法委員 2005年 扁在美國僑胞 厭請 邀請對岸領導人 不設前提 雙方握手和解 理性對話 蔡英文啊 奇怪 怎麼會是 著視金飛啊 是看不得人家好 還是看不得台灣人民好啊 所以啊 我要再一次的重申啊 我們這個 這個馬錫會 不是為了一黨之師 也不是為了馬英九個人的歷史定位 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人民 能夠走出去 我們一定要堅持 繼續走出去 而且 我也建請啊 王院長 我們正式來邀請啊 這個馬總統啊 他們不是在說 這個我們是黑箱作業嗎 就讓馬總統來到國會來 一五一十的跟我們在國會電堂裡面 跟我們全國民眾 來說清楚 講明白 馬錫會 我們是黑箱作業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事項 一些成就 不是作秀 他依照憲法徵修條文規定 他可以來 當然我們立法院啊 也已經修了 這個立法院執權行使法 裡面呢 從第十五條開始 到第十五條之五 所有的程序 都已經準備好了 歡迎啊 馬總統 到立法院來 做國情報告 好 謝謝 那接著呢 我要請 這個羅 羅部長 上台一下好不好 余委員好 好 部長好 本席想請教啊 羅部長 在野黨說啊 馬錫會啊 大陸若堅持 一中原則 會 矮化 國家主權 射擊 射擊外犯罪 前幾天 綠黨 社會民主黨聯盟 到最高檢察署 跟高檢署 告發 馬總統 射擊 射擊外犯罪 大陸 大陸 射擊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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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之後會放棄南海主權 這樣有沒有涉及犯外犯罪刑法第104條 通謀喪失領域罪 毛院長 外交部有沒有掌握這樣相關的情資 您要不要查一查 是 報告委員 如果有實際的資料的話 檢察官都會依法偵辦 那甚至呢 民進黨的秘書長吳釗燮 在11月2日對媒體透露 美國將在幾週以後 要出售兩艘派里級軍艦 及部分的項目給台灣 本席要請問毛院長跟羅部長 軍售案涉及國家安全證據 算不算是機密啊 軍售案算機密吧 軍售案我想到在某種程度 軍售案我想到在某種程度 現在執政黨是我們他還沒有執政 他就答應人家了 蛤 就是在某種程度的階段上 事實上他這個不適合揭露的時候 事實上他應該算是機密 那吳釗燮有沒有涉及外犯罪 有沒有涉及犯刑法第109條 交付國防秘密罪 刑法第111條 刺探收集國防秘密罪 及113條私與外國定約罪 有沒有 是這要看他具體上實際上說的 跟做的是些什麼事情 那檢察官得到資料也會依法正辦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以為他現在已經在當執政黨 主導國防 這個他已經選到總統了 國防外交兩岸總統的職權 他那是我們行政院 其他的是我們行政院 太囂張了 交兵必敗 還沒選到 好像一副已經在執政的樣子 我要請問的就是說 在野黨都可以無告馬總統設外犯罪了 那我希望法務部也能夠積極的調查 這其中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給本席及國人一個清楚的答覆好不好 法務部一再提醒檢察機關一定要很公正客觀超然的處理所有的法律案件 不會偏袒任何一個黨派 這是罪證都很明確的喔 我的報章媒體都有披露出來的喔 這不是我信口開河的 像某些在野黨的立委說他做夢夢到的 不是喔 所以這必須要去查喔 好不好 特徵組上個禮拜啊 增結了國民黨換柱事件 對於朱立倫及李四川等人啊 不起書處分 但是呢 民進黨的陳秦菲委員跟台聯黨的周尼安委員 聲稱啊 聲稱啊 有錄音 有證據 胡亂提告 及不實的指控 我要請問啊 部長的是 部長的是 有沒有涉及犯了刑法第169條 無告罪 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即選罷法第九十二條之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 無告罪是公訴罪喔 是 雖然我們立法委員 有憲法的一些保障 但那個言論的保障 是在我們議場裡面 在議場裡面 在委員會裡面的發言 擴大一點 黨團的記者會 代表黨團發言 可能沒有這個 就沒有這個 關於 這個言論上的 不受言論上的一些限制 那是為了保護 他問政的一個品質 不會受到 一些團體的一些壓力 但是 離開了 立法院 上了電視節目 他就 我要提醒部長 我們立法委員 就沒有這樣的身份 就沒有說了言論保護的自由喔 是 言論自由的保護喔 他還是要 要有真評實據 才可以提出來喔 那既然 特徵組 辦的 已經辦了 把這個結果 呈現出來 那 部長 無告罪是公訴罪 法務部啊 要不要 偵辦一下 報告委員 他們有沒有構成誤告罪 要看他們是不是 明知不實 而 仍然提告 那所以這個事情 檢察機關 他在受理的時候 應該會一起注意 那法務部 只能就一般的 通則 去指導 檢察機關 不會就具體個案 去特別的指導 這也是法官法所禁止的 我比較介意的是法務部的一個態度 什麼態度呢 檢察機關啊 因為告發朱立倫 搓原子湯 特徵組啊 上個禮拜 但是前一個禮拜 告發 第二個禮拜呢 就開始偵辦 馬上偵辦 火速約談啊 相對於啊 我們在兩個月前 一個多月前 就跟這個 檢調單位 舉報 然後 蔡英文啊 的餐券 蔡英文的餐券 一張五萬塊喔 有一個民眾啊 他的支持者 說欸 很驕傲的說 我買了三十張 在媒體面前秀出來啊 結果突然之間啊 他們的工作人員 勒著他的脖子 把他壓到旁邊去 怕他繼續講下去 謝了他的底 之後 他們還到 六星級的飯店 閉門會議啊 閉門餐會啊 那個是電視畫面清清楚楚 我們也是舉報啊 包括他要求各個縣市 他們執政的縣市長 議長 要負擔多少張的 這個餐券 這個有沒有違反 當時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陳定蘭所定的一個標準啊 我買的餐券 我去吃 我吃這個餐 但是這個錢不是你出的 就你去吃飯 有沒有涉及會選啊 我們提告了 提告了 兩個月了 法務部有動作嗎 檢察機關有動作嗎 包括委員 我們有再提醒檢察機關 對所有的跟選舉相關的案件 不管什麼黨派 一定要用統一的標準 同樣的力道去偵辦 那這件事情 目前就沒有標準啊 朱立倫馬上就辦 不到一個禮拜 蔡英文到現在沒有消息 但是他們應該有在進行 所以啊 本席啊 要看看法務部 偵辦這個無告啊 要多少的時間 我今天是在國會殿堂裡面 親自跟你質詢 這個無告罪是公訴罪喔 我看你這個無告罪 徵辦無告罪要多少時間 我們啊 就現在就開始跟你計時 我眼睛睜大大的 全國民眾睜大大的來看這個事情 好不好 rich하지 voluntad 不然 有一astic 进行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组织之群 现在休息